后一摄日的故事 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 但你知道吗 其实在太阳系中 真的可能存在两个太阳 这是怎么回事呢 根据《山海经》中大荒东经的记载 在海外之东的汤谷 有一棵扶桑树 上面棲居着十只金屋 九只在下 一只在上 金屋是神话传说中的太阳之灵 这十只金屋轮番向西飞行 从而形成昼夜的更替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十个太阳感到乏味 他们想一起周游天空 这导致大地被烤焦 民众痛苦不堪 这时出现了一个叫做后裔的英雄 他的剑术高超 百发百中 他借助天地赋予的神力 嗖嗖嗖地设下了其中九个太阳 帮助百姓摆脱了苦海 最后剩下的太阳非常害怕 于是向后裔承诺 从此会规规矩矩地 每天从东方升起 夜晚从西方落下 为大地万物继续提供光和热 其实后裔摄日的传说 并非仅限于华夏民族 在印第安族 玛雅族 古印度 以及湘西苗族等传说中 都有类似的说法 巧合的是在出土的 众多古代遗址中 也发现了描绘 有多个太阳的文物 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是 三星堆的发现 在三星堆中 出土了一尊青铜神术 形式完美契合了 山海经中 扶桑神术的神话传说 那么这到底是 全世界古人的集体想象 还是他们的集体记忆呢 就像史前大洪水一样 全世界的民族 都保留着这段相同的记忆 你很难说 这是一厢情愿 纯属虚构 那么问题来了 天上是否曾经存在过 多个太阳 屏幕前的你先别急着否定 因为现代天文学家认为 这种假设很有可能是真的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今天就来聊聊 太阳系中的第二个太阳 眼前你看到的是一块收藏在巴黎卢浮宫的石碑 它是古巴比伦阿卡德时期的浮雕 名为纳拉姆辛 石碑以写诗的手法 刻画了国王纳拉姆 率军征服一些山地部落的历史场景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 就会发现石碑上竟然刻着两个太阳 我们普通人可能不会留意 但相关专家却常常怀疑 这难道是古人当时搞错了 还是真有其事呢 难道四千多年前的美索布达米亚平原上 真的出现过两个太阳吗 时间来到20世纪80年代 一群科学家正在通过化石记录 研究地球生物灭绝的编年时 他们惊奇地发现 每次生物大灭绝 似乎都有一定的规律 众所周知 古生物学家确认的大规模灭绝事件 已经多达五次 第一次是4433亿年前的奥陶基末期 海洋生物消失了86% 第二次是36亿年前的泥盆基末期 约有75%的物种灭绝 第三次是2 五亿年前的二叠际末期 这次灾难最为严重 地球上96%的生物种群都被移为平地 第四次是2亿100万年前的三叠际末期 大约有80%的物种灭绝 第五次则发生在距今6500万年前的白鳄际末期 约有76%的生物不知所踪 这一次 我们所熟悉的庞大恐龙群最终未能幸存 而人类文明的历史不过短短不足1万年 却也经历了多次大小不一的灾难 包括火山爆发 地震 飓风 洪水 以及传染病等等 然而 这些人类生存下来了 而曾经统治地球的巨型生物们 却全部灭绝 难道这是因为人类特别强大吗 科学家们认为未必如此 因为在1994年7月16日晚上8点15分左右 一场震撼人心的彗星撞击木星的事件颠覆了科学家们的人知 一颗被命名为苏梅克列维9号的彗星碎片 以每小时21公里的速度撞向了木星南半球 这次撞击相当于6万一吨TNT的爆炸威力 给木星造成的伤口比整个地球还要大 6万吨TNT也许大家不太容易理解 但如果我告诉你 这相当于地球上所有核武器的爆炸当量总和的750倍 你或许就能明白了 当这颗彗星距离木星还有4万公里时 由于木星的潮汐作用 它已经被撕裂成碎片 然而即便如此 也造成了巨大的威力 真是难以想象 如果是整颗彗星将会是何等的场面 因此天文学家们认为 6500万年前的大灾难 很有可能是由类似的撞击引起的 因为地球表面的痕迹与这种假设非常吻合 在2020年12月 纽约州立大学的古生物学家布鲁皮诺 在《历史生物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指出每隔2750万年左右 就会有一颗死亡的行星撞击地球 留下一个陨石坑 为此提供证据的是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物理学家穆勒 他在1988年曾就太阳系的问题提出了这样的假设 他表示 太阳可能存在着一颗半星 这个半星距离地球一 五光年是一颗宗矮星 宗矮星也是一种恒星 而我们的太阳是一颗黄矮星 宗矮星比黄矮星暗淡得多 因此很难通过天文望远镜观察到 所以科学家们将这个宗矮星命名为聂默西斯 聂默西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 是海伦的母亲 与此同时 穆勒不仅提出了自己的假设 还对聂默西斯的运动轨迹进行了模拟 在聂默西斯的运动轨迹上 我们可以看到 每隔2700万年 它都会靠近一个叫奥尔特云的区域 那是太阳系的边界 主要由冰冻尘埃和不明星体的球状星团组成 当聂默西斯接近奥尔特云之后 巨大的引力就会破坏这里的平衡 一些大型彗星和小行星会被从原来的轨道上释放出来 然后飞向地球 最终造成巨大的破坏 因此 大约每隔2700万年 地球就会经历一次从天而降的灾难 难道事实真的像穆勒所说的那样 是因为聂默西斯的运动轨迹造成的吗 那么我们找到聂默西斯 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 在寻找聂默西斯的道路上 切而不舍的科学家们 发现了一个叫做塞德纳的矮行星 这颗矮行星的轨道异常奇特 其轨道长达11390点 远地点位于937AU 近日点则在76AU 这意味着塞德纳的近日点 大约是海王星到太阳的距离的两倍 而其原点则已经延伸至奥尔特云之中 然而 没有人能够解释 为什么这颗矮行星会有如此奇怪的长椭圆形轨道 因此 有人提出了假设 太阳曾在半星的帮助下 捕获了这颗 原本并不属于太阳系的矮行星 而这颗半星 可能隐藏在科伊伯代 或其他地方 正是这个巨大的天体 将矮行星塞德纳拉离太阳 并使其轨道形成如此奇特的轨迹 他们认为 这个天体很有可能就是 宗矮星聂莫西斯 到了2017年 加州大学伯格利分校的天文学家斯泰勒 及其团队 正在研究距离地球600光年的巨星分子云 他们本来想了解 这团位于阴仙座内的富含氢气 温度低密度大的区域 是否适合新恒星的诞生 无意之中 他们发现了一个双星系统 这表明 在新恒星诞生之初 通常会同时形成两颗恒星 然后随着恒星的成长 会出现两种情况 一种是 这些双星会越来越靠近 形成稳定的双星系统 另一种 是这两颗星 会在几百万年间分道扬镳 各走各的路互不干扰 因此聂默西斯 真的是太阳系诞生的第二个太阳吗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 美国宇航局NASA在1997年和2001年 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搜索 他们试图找出 毁灭地球生物的元凶 即太阳的半星聂默西斯 然而 即使他们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仪器 全天空测量仪 和广域红外寻天探测器 也没有找到聂默西斯 因此 NASA临时得出结论 太阳与其他恒星的情况不同 它是一颗没有半星的单星 所谓的第二太阳根本不存在 时间一晃 又过了九年 来到了2020年 NASA发起了一个名为 全球后院的项目 突然在距离太阳四光年的范围内 发现了95颗宗外星 天文学界目前估计 太阳附近每六颗恒星中 就有一颗宗外星 整个银河系中大约有250亿到1000亿颗宗外星 这个数字甚至远远超过了之前的估计 连银河系中的恒星数量也远远超出了之前的预期 因此 太阳存在半星的可能性也就不容忽视了 到了2022年的10月 维拉鲁宾天文台正式启动 在其重要任务之一中 就包括寻找冥王星以外的外太阳系天体 也许有一天 我们真的能够找到第二个太阳和第九号行星 为聂默西斯的假设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如果聂默西斯真的存在 那是否也就证明了 刻在巴比伦石碑上的两个太阳并非玩笑 也不是工匠们的失误呢 在对太阳系的探索之旅中 科学家们的努力终于取得了一些重要发现 他们不断寻找着聂默西斯的踪迹 试图解开这个宇宙之谜的面纱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探索的深入 科学家们发现了许多宗矮星 这使得太阳存在半星的可能性 变得更加令人信服 在浩瀚的宇宙中 每颗恒星都可能有其独特的半星 而太阳也不例外 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 我们将真正找到第二个太阳 也许就是那个隐藏在宇宙深处的聂默西斯 然而 要找到聂默西斯并非一世 天文学家们需要借助先进的天文观测设备 和复杂的计算模型 不断搜索着宇宙中的每一个角落 维拉鲁宾天文台的启动 将为我们带来新的希望和机遇 它将成为我们探索外太阳系的重要工具之一 或许 正是在这个新的天文观测平台上 我们能够找到聂默西斯的蛛丝马迹 揭开这个谜团的真相 与此同时 对于巴比伦石碑上的两个太阳的描绘 科学家们也开始重新审视 或许 这并非是古代工匠们的失误 而是对于宇宙中真实情况的一种描述 如果聂默西斯真的存在 那么这两个太阳的描绘 就可能是古人对宇宙现象的真实反应 而不仅仅是一种想象或艺术创作 在不断地探索和发现中 我们对于宇宙的认识将不断深化 聂默西斯的存在是否将会被证实 这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然而 正是这种对未知的探索精神 推动着人类不断前行 不断迈向更广阔的星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